自從940之亂之後 很多人都不想要去吃ETF的豆腐 其實我也是 但是呢 看一看喔 有很多被納入的 甚至被換出來的 事實上我們要回歸到他們的基本面 能被選進去 一定是本來就有所謂的高值利率 所以如果股價修正 他的前景 跟他的業績根本沒變化的話 不就是一個大好的時機嗎 所以選股教練最近 是 反而你的風起來了 是 對 因為之前有一段時間是比較投機的行情 你會覺得所有的股票都漲到天上 還有就是940之前 基優股也都漲到天上 是 很難選 但現在 ETF的新舊好股 不如來一個大體檢 因為有很多都從高漲下修蠻多的 反而價值浮現 是 每年的5月跟6月 還有就是年底12月份 基本上是有很多ETF 會去進行所謂的定審 跟換股的一個時間點 那麼最近呢 也發現到不少的ETF 這邊有在出現這個 換股的一個動作 是 那我們看到最近的ETF 這個換股 可以說是一則以洗一則以優 怎麼說呢 幫誰洗幫誰優 優的部分就是可能很多之前去做這個 比如說吃豆腐 對 搶劲的投資人可能 最近可能感受到他們手中的持股 好像壓力蠻重的 是 我們現在簡單看一下 最近呢 這個有三檔ETF 00919 00939 跟00946 這三檔高息ETF 他們分別都做了一些成分股的一個調整 那說真的 他們這些成分股的調整的一個幅度 還真的是蠻大的 那很多個股呢 都一換就換了十幾多 十多檔 非常非常的多 那甚至有些個股呢 像這個聽說這兩次姐妹嘛 對不對 有些個股是姐姐妹妹都不愛的 都是群義的 姐妹都不愛的 這個多了一些外資的 多了一些外資的一個看法 所以這麼多個股 其實投資朋友 該怎麼樣去做一個這個判讀 沒關係 我們幫大家去先做第一輪篩選 就篩到 就是說有沒有就是兩檔以上的這個ETF 都把它納入新增成分股的 那我們這種稱之為所謂的雙龍搶豬 雙龍搶豬 對 那有誰呢 有長龍行啊 蓮陽啊 智商 中華電 台灣大遠傳 茂林KY 雅翔跟志義 電信三雄 都入榜了 對 你的第一個反應跟我一樣 竟然連電信三雄都入榜了 不要小看人家人家是AI概念股 是啦 好 但是我的覺得是 難道沒有別的可以選嗎 要選到電信三雄嗎 我覺得也是高檔有點 對不對 法人都是這樣子 對 就現在其實真的能夠 兼具鼓勵 然後未來成長性的這個個股 在台北股是兩萬一千點 兩萬兩千點這個位置點 其實有點難找 所以他們有把部分的資金配置到就是電信三雄那部分 那從電信三雄之外 當然還有一些我們認為說股價其實在低檔有轉機的一些標的 不過我們現在看一下在最近這些的一個個股 他的最近這五天的一個漲跌幅來看 也的確表現相對的比較好 因為今天大盤是下跌 所以他們今天有些個股下跌 我倒覺得沒有什麼太大意外 可是如果說從最近這一週來看 他們大部分的股價都表現相對的抗跌 沒錯 我就認為說他們這些個股的確有這個ETF 雙龍搶豬的加持 那如果說他接下來的這個營運的表現 都合乎預期 那這種個股可能在大盤在拉回的過程當中 也許會有一些這種減便宜的機會 未接實在太重要了 對不對 好 那我們還是一樣 在那麼多個股裡面幫大家跳一下 就是有沒有殖利率仍然大於4% 然後營收表現相對比較好的 重點是法人有回頭買超的 然後目前本益比小於20倍 或者是說我們看看他的股價 是不是在右下角的一個部分 還有他的一個市值是不是夠大 然後成為我們的接下來 可以去做佈局的一個方向 好 那我們就直接進到重點 來幫大家看一些 可能值得留意的標的 你很喜歡雪中送炭耶 是啊 香榮外資都錦上天花那種我比較不愛 雖然股價在趨勢上的話 錦上天花比較容易漲 是啊 但雪中送炭 那往往可以買在一個最便宜最甜的位節 對 尤其是比較喜歡波段性操作的這個投資人 其實我覺得 要特別留意這種左右下角 但是基本面沒有很差的一個股票 是 好 那像智義呢 他基本上就是網通相關的一個個股 那他的大股東是人保 人保 人保 OK 好 好 為什麼要特別提這個事情 因為最近他跟維生有一些所謂的的侵權上面的議題 對 那我個人認為說有大股東在後面 靠 基本上我認為他的這個影響性不大 再來 維生對他的一個侵權控制 針對車用電子的部分 那事實上的車用電子對於智義來講 我認為他的比重沒有很高 他大概從去年開始去年第四季開始才開始去做切入 目前看起來在今年下半年都蠻不錯的一個表現 那公司在股東會上說的比較保守 我認為說他說是今年可以成長百分之五到十 但是我認為說一定超過百分之十 不過網通有人也提到庫存是比較高一點點的 沒有錯 這針對庫存的部分 我們最近也有看到一些相關的研究員的報告 就是目前下游的一個庫存的一個去化 已經接近尾聲 所以我才說下半年 這個不管是在電信商端 或者是在整個所謂機房端 他們的這個設備的需求訂單 都開始回溫 那所以目前他整個股價都經過一波 兩波三波的下跌 那最重要的是我剛提到的 投信原本是在賣潮的 就賣完就發現事情不對勁 可能有別人買了 對對對 結果後來馬上又把它買回來 所以我就覺得 這邊其實投信有點被洗掉的 那被洗掉 然後從這個幾乎是快要零持股的一個情況 出現這個所謂持股增加 換句話說他未來可以去增加持股的一個空間很大 所以我覺得接下來 不管是跟維生的這個 所謂的一個侵權的議題落幕 或者怎麼樣 或者是營收的一個起來 我覺得對他來講都是一個好消息 金額還沒出來 所以目前確實不容易判斷 但本來車用對他的佔比就低 沒有錯 好 再來就是6139的雅翔 之前其實所謂的這個無城市相關的個股 隨著台積電的一個資本吃出的議題 我還是往上做拉高 我覺得他好可憐你知道嗎 他以前是很穩定的高息股 後來就是因為ETF買盤 整個大噴發 然後又整個被殺下來 對 那這次呢 現在ETF呢 把它倒掉了 對把它倒掉 那反而對我們來講是一件好事 是 為什麼 因為他其實這一波從366跌到 從三次頭跌到快兩次頭 二次頭 所以這個ETF算是相當相當的一個多 OK 但是呢 如果從基本面來看 他現在呢 這個在手的訂單大概還有1000億 那在今年上半年會陸陸續續的去做個入帳 那我認為覺得現在其實來去做一個 他會的佈局 基本上是Focus在今年全年的這個所謂的營收的一個 或獲利的成長的部分 那他在這個第一季的EPS 如果沒記錯大概在四塊錢以上 那所以我認為說假設下半年一樣會有蠻不錯的一個入帳的話 其實今年他的EPS呢 或者他這個未來有配發的一個鼓勵 應該都大幅度的成長 是 對 好 這個是在亞鄉的部分 好 那看完了剛剛這些就是被雙龍搶租 或者是三龍搶租的這些所謂ETF的這個成分股之後 我反而更關心 是 就是哪一些的ETF 其實是有把個股去替掉的 替掉 而且可能沒有被別人納入 就無家可歸的小孩 是 好 那通常這種曾經被選入 然後後來被替掉的 但他在地理他的原因 對 那我們先來看哪些個股好不好 有包括像奇邦 瑞玉 紅海 日月光 對 星星店 中光店 跟瑞鼎 是 你的反應跟我剛剛一樣 怎麼會有紅海 怎麼會有紅海 啊星星最近也蠻多人開始看好他 怎麼會有日月光隊 對啊 這HDI版 然後中光店也是AI機器人的概念 對 我怎麼會被踢掉呢 而且還不只一家 對 有些是三個ETF同時把它踢掉 有些是兩家 有的可能是因為除息了啦 有的還沒啊 有些是 例如說像這個奇邦 已經除息了啦 它是2024年5月23號就除息 那對於例如說939 他們就很強調說 我手上只留這個有息的啦 那已經被除過的 我就會把它 就把它剃掉 但是其實其他的來講 我覺得有些他還沒有除息 就已經把它剃掉 對啊 我個人認為其實有一點點 我不能夠說可惜 他們一定有他們的一個 ETF當時的設定的一個 邏輯跟這個規定 那我特別看一下就是 奇邦事實上 這次被同時被剃掉 我覺得除了他已經除息之外 還有我覺得我發現 他今年在1到4月份 累積的時候是衰退的 那對於相較於其他的 封測族群來講 其實我覺得他這種衰退 讓法律的意外 是 所以法人有一些法人 已經把他今年的 預估EPS下調 甚至我很少看到 就是跟封測族群相關 會直接寫成Sale的 就是賣出的很較少 所以我覺得這部分是他法人 把他ETF去做調的 就所謂的剃除的 最主要原因 展望有點疑慮 對 不然你看喔 如果以他的這個 但是他這個已經除息過了 除息了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個就 參考性就比較不大 是 那反而其他的 123456 我發現他們都有共同點 就是他們的殖利率 目前來講都偏低了 因為過去的一個月以來 他們很多個股都漲上去了 那漲到後來就變成說 他們的殖利率變成偏低 那可是呢 這一次他們因為殖利率被這個偏低 然後去被這個剔除 我反倒發覺其實最近這五天 他們的一個股價的表現 那有一些是 有些是跌的比較重 對 也漲比較多 對 他在今天跌的7.66% 那最近這五天跌10.84% 所以其實我覺得他跌的比較重 但是呢 大部分來講我覺得 我們應該關注到就是說 他的股價反而已經 最近沒有跌的 就是似乎已經去 已經是部分反映的 就是這個所謂高息ETF 把它剔除的一個壓力存在 我們還是要幫大家再做一個篩選 好 我個人認為說現在這種大盤的 這種比較動盪的一個環境 我們還是從營收 基本面去做一個觀察 為什麼新兵跟老兵 你的反映是不一樣的選股 因為其實在這個這個叫做老兵嗎 退伍 退伍 就對 退伍了 而且其實他們大多數的一個股價 其實都有經過修正 那經過修正要再往上走 其實一定還是要回歸到他的基本面 為主 OK 那尤其是我們剛剛看到的 很多的個股被調出去 主要是因為殖利率不夠高 或者是展望 可能大家有點擔心 對 但是如果只是因為殖利率的問題的話 那很簡單 股價掉下來就可以買了 是 所以第一個股價經過修正 然後重點是產業要持續看好 然後營收呢 未來下半年具有成長趨勢 然後本益比小於15倍 這件事情 我個人認為要可以去裝作參考 因為有一些產業 它其實很難達到15倍 例如說IC設計 它特性就很容易高於15倍 對 通常都在18 20 或者是25倍左右 所以其實這個自然做當作參考 OK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到底有哪些標的 實在大家做留意 先選洪海 好 我覺得洪海是 我覺得洪海應該是很多基金的一個標配 對啊 應該要標配 對 即使可能被幾家踢出 但還是很多擁有它 對 問題是 那說因為它目前手握就是所謂的DGS SGP200系統的三大類新品 也就是說基本上 它產品線非常的完整 對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看好NVIDIA 其實理論上沒有理由看壞洪海 好 那當然我覺得它這波被被剔除掉 一定是它殖利率不夠高 OK好 那所以呢 我們認為說這波拉回是可以做留意的 那麼今年洪海他自己說的 它在AI伺服器的一個實在有望達到4成 是 好 那可以觀察到它的營收的表現 我在上次節目當中跟大家分享過 我說通常有在研究洪海的朋友都知道 洪海它上半年跟下半年營收佔比 基本上就1比2 是 對 所以其實上半年都它的傳統的淡季 可是沒有想到它在今年的淡季 都能夠有兩位數的營收的成長幅度 而且4月就變得很漂亮了 對 所以代表說它其實是一個轉股成功的一個個股 所以我認為這波拉回 不要說 不要想要回到之前100塊錢以下的價格 不會了 那這邊雖然說有一些ETF把它賣掉 但是大部分的投信持股是沒有鬆動的 是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洪海我覺得可以去 特別去做留意了 好 這邊有一個月均線嘛 我覺得暫時可以以月均線當作我們下檔的一個 觀察的一個方向 是 好 再來就是3592的瑞碧 好 驅動IC 瑞碧它是AMOLED的一個Driver IC 那麼它主要就是今年上半年第一季看到就是中小尺寸 的Driver IC的需求增加 然後大幅尺寸也慢慢開始出現訂單回龍 所以整個基本面是好轉的 可是呢 投信等不到 等不到 等不到它的那個基本面好轉 它就 它必須要去做那個這個貸換動作 所以我認為說在接下來它的營收的基本面 會有機會往上做好轉 那現在看起來股價也在右下角 甚至有出現價漲量增的一個增溫情況 所以這檔個股我覺得也是可以特別做留意 好 再來第三檔是2379瑞玉 這其實同樣都是跟聯發哥都是我們長期觀察的好公司 只好股票 那最近呢 車用的Internet的晶片跟Wi-Fi 有些Wi-Fi器的晶片 目前看起來下半年展望非常好 所以我認為說它在下半年展望特別好的情況之下 這邊投信把它做賣出 對我們來講反而是有機會去做逢低減便宜的時候 好不管納禁或是賣出 事實上你有看到它們的位階是一個合理的狀態對不對 而且剛剛講假設它的展望沒有問題 對 越跌殖利率是越甜 大家也要留意這件事 是的 好非常謝謝選股教練 謝謝大華